来到花莲寿风乡的丰田 火车站旁边这一间日式的风斗谷建筑 叫做五味屋 是社区孩子最喜欢聚集的地方 原来五味屋是一个闲置空间 经过社区人士与铁路局协商 把这里改建成工艺二手商店 让青少年来当小老板 学习物品摆设 做生意 还有人际关系的相处 来这里多久了 蛮久了 蛮久了 不知道多久了 你们觉得来五味屋好玩吗 好玩 那你们都在五味屋 帮忙做什么事情 早地 早地 以前我们一直着重在等母义居 然后大朋友都带着小朋友来做婚姻 那可能之后他们学习的那个步骤会更大 包含乐语 之后会有老师的带着乐语 社区人士加上学术团队的志工加入经营 五味屋也不断改造扩大店面 另外还提供学习阅读的空间 希望服务更多的大小朋友 一直在调整说怎么样的空间 才是让小朋友更舒服 有家女孩 为他们那个空间的规划 他们也有一区帮忙做这些这样 对于这个空间改造成这样 你有什么样的感觉 感觉我变得比较不错 比较舒服吗 感觉比较舒适 像家的感觉 五味屋的名字代表着天真 情茧感心 亲切与好用 五种味道 不仅社区孩子们在这里 学会当小老板 五味屋也开创了更多 社区营造的可能性